大家好, 我是Data 今次介紹一間很近東門的按摩店, 荔水雲間休閒會所 荔水雲間有相當歷史, 可能有不少網友都去光顧過 原本我是想去拍帝衣推拿, 但帝衣推拿的環境真的不太好 而且技師比較少, 所以改拍比較大型的荔水雲間 雖然比較大型, 但面積應該跟棚色足料差不多 按摩店大堂大約有30個位, 分為左右兩邊 但我是拍片當日沒有人吸煙 有網友反映荔水雲間有人在大堂吸煙 而按摩店沒有分開非吸煙區 所以不幸會有人在身邊吸煙 這些是舊式大型按摩店經常遇到的情況 因為荔水雲間都有好多年歷史, 近年亦不會做翻新工程 所以整間老貓店會有少少過時的感覺 例如電視機雖然好大步, 但畫面質素好差, 相當難看 有網友說有時候大堂會好吵集, 當然20-30人一起按腳, 不吵才奇怪 很好我去的時候大堂不會好吵, 反而都算幾靜 水雲間的生意非常好, 雖然是平日, 但按腳的客人都不少 而且比較多是香港人 不過技師他們還問, 為什麼今天這麼少客人呢? 正常情況, 豈不是經常爆滿? 交通方面由路坐3個站到曬布站, 需要在老街站轉一次車 在A1出口上地面, 一直向前行 所以過一條馬路, 再向前行 見到華街窗簾佈藝廣場, 穿過商場地下, 就會到電梯大堂 坐電梯上4樓就是泥水雲間, 另外泥水雲間去東門都好方便 過一條天橋就到東門的步行街 今次我選了38元70分鐘腳底按摩的團購優惠 小費要另計, 男技師小費是40元, 女技師小費貴10元, 是50元 我覺得男女技師應該是同價, 這樣會公平些 團購包一杯飲品, 我選了咖啡, 亦都有其他收費飲品 我等了不用10分鐘, 技師就來了 其實我不會特別指定哪個技師, 因為最好的技師技巧一定相當好 這樣就沒有踩碰的意思 就我研究所得, 泥水雲間賣相雖然不好 但很多技師按得很好, 而我今次遇到一個技巧又好高 又好有心機去按摩的技師 一開始的時候, 技師準備好好熱的水給我浸腳 我跟他說真的受不了, 他就叫我盡量忍一下 因為水越熱就越有用 但凡有一定技術的技師, 都會有堅持 因為他們知道怎樣才對客人有益 一如以往, 浸腳時, 技師會幫客人按肩頸 因為我肩頸好緊, 所以技師很用力幫我鬆開肩頸肌肉 技師用手肘按肩膀, 按到差不多時, 他就洗出絕招 用兩隻手肘同時按住我左右肩膀的位置 再用全身力壓下去我左右肩膀的穴位上 這招太山壓頂之後, 我的肩膀肌肉鬆了不少, 印象好深刻 在技師和技師對話中, 我就聽到原來我技師經常沒睡覺 力度然是十足 技師按腳的手法比較傳統, 他經常用食指扣拳法按腳底 其實他每次由上而下拉動, 我都覺得幾痛 但技師就覺得需要這種力度 大家經常按摩就會知道, 有些技師大力按是為客人好 經過70分鐘按摩之後, 搞到我都好想睡覺 雖然技師的按摩質素非常好 但按摩店的衛生環境不太理想, 毛巾好像不太乾淨 荔水雲間的硬件不太理想, 衛生情況不太好 但地點非常方便, 過一條天橋去到東門磅街 而且好多技師都有不錯技巧, 價錢不太貴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荔水雲間是不是適合你 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段片係有用, 麻煩大家幫手點讚 留言及Share比朋友, 多謝各位